代表好 主持人好 刚请问一下就是 代表有带给我们那么多场感动的比赛 不论是在活泰队的时候 或是代表中华队出赛 每一场都很精彩的让我们印象深刻 那在这边想请教代表 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比赛 你是说国际赛吗 还是它自己在包括资棒在那边 都可以 你從小到大 可以嗎 就是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就是我職棒第一支安打 這一場比賽 因為終於有機會上到英軍 然後 能夠 在日本職棒 打下自己的第一支安打 很難忘 我還記得那種感覺 所以你不可能忘記那場比賽 而且是在我們第一支薩波羅 然後我還知道我打到哪裡 我還把我的棒 那個棒子已經斷掉 結果我還留著 那場是讓我印象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在薩波羅 在薩波羅 球還留著嗎 球還留著 很重要的記念 秋已經 給我爸了 你是傳家寶 我給你爸當贏 對 給我爸當贏 對 然後棒子還留著 因為 那一支棒子對我 意義非凡 意義 當時之後第一個打起 然後按打之後 放置斷掉 所以那支斷棒應該 對戴剛來說 非常重要的 因為戴剛 其實私底下也跟我分享 在日本二軍跟一軍的秋林的待遇 其實跟在美國有點類似 就是差距非常大 對 我想在一軍奮鬥了這麼多年 而且上去比猶擊手的身份 很快便會下來 那個過程其實 就叫營銷消費車 真的叫營銷消費車 就是心情上期三溫 五位早晨 那接下來我們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